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续续《相关主案论》 《相关主案论》现在讲到了 《正等加行》当中讲到的法相 法相我们前面讲指相 左用相还有殊胜相 就是分三个方面讲的 前天我出去在学校里面讲课 因为当天时间安排得比较近 上午在学校中午老师还有下午居士里 晚上去佛学院和文殊学校 当时时间实在是没办法 学校里面也没有大的一些讲堂 然后我们外面开始讲的时候 很多学生还是比较如法地听 其实我们学院当中的听法还比较如法 但是极个别的一些 我们学会里面的人听课 身体也动来动去 眼睛也看来看去 心里也想来想去很多圣口仪都是不是很专注的 当时我看到学生他们还是很专注的 最后他们头上也是继续变成学人了 本来给我留一把膳 然后我如果在膳下面讲的话 好像我没有背学灵这样不公平 然后我也出来讲 我出来讲的时候他们可能心里也比较好熟一点 我也变成学人了 因为这个时间还是没办法动啊 这样的话外面讲 但是我当时看到学生基本上动都不动 头上有再厚多学一直这样专注地听着 我当时像我们现在学会里面的很多人 听法的威仪不是很专注 有时候不管是我也好 还有其他法师讲的时候 好像按理来讲 我们经常《大圆满前行》里面专门有一个教证 就是说以欢喜的眼光来看着说法者的 不是用很痛苦 愁迷苦恋或者一直偷埋着的 不知道在到底在干什么 看小说还是看什么的 按理来讲应该是有个很欢喜的眼神 顶着说法者用一种寂静的声态 不是很傲慢啊 野慢啊 有种愤怒啊 还有 就是比说法者要坐的位置自己要爱 要低 用欢喜心来看 还有用寂静的行为 还有听课就像引用甘露一样好像非常有信心 非常欢喜的 不是觉得特别痛苦 很伤心啊 一直好像这个时间过不了一样特别难受的 又看个表 又看一下 不是这样的 我当时想到现在有些听法的行为 希望随时都可以改变 人的很多行为都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变 你平时已经希望天天都在动来动去的话 那你每次听课也是这样的 不仅是今时也是这样的 来时也会变成这样的 因此大家怎么讲 我刚才想起来了 现在可能很多地方也是听课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学院经堂里面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有个别道友在家里听课的话 我很不放心 他们有些是考着 有些是睡着 睡完了的话 我刚开始讲课的时候都是在听着 最后醒过来的时候都是晚上凌晨两三点钟了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一般听课还是需要一种很真实的威仪 这样之后自己也可能学得比较不错的 那我们仅仅来讲 今天是讲道指的相 道指的相也是一个分众所和别所和特殊的了知 还有它的色意 四个方面讲的 首先第一个讲以了知道的 中式相的方式来了解它 怎么讲呢 经理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空性即无相 并舍弃助缘 这个是这里面已经讲了三个 平时我们所讲的三解脱门 通过修正等加行也好或者道指加行 对整个道的实相或者道的本体 就完全了解它是空性的 我们所谓的五道实地实际上没有一个 它的本体是石油的 不空的 或者说它是一个常有的 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过程当中也会发现 这些道本体都是空性的 那么这个叫做道指之相 这是第一个 我们平时也是讲三解脱门 体空性 因无相 果无缘 这是一个佛教的整个基本的概念 第二个也是同样的 通过道指加行 修行之后了知道的因 我们修道的因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相状 在石油当中它有它的一些修道 比如说我们今生当中的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它有它的一些因缘 这个是存在的 但是真正的实相当中 这些道因全部都是无相的 没有任何相状 因此通过这样的正等加行修行之后 才知道道的因无有任何相状 这个是第二个之相 第三个之相也是借助道指的加行了知 我们修道的果 菩萨有菩萨的果 佛有佛的果 而且我们现在修任天法 任天法也有最后现前他愿望的一个果 但是这些果在显现上虽然有如幻如麻 实际上都是无有缘的 如果我们对果有一种缘 那这也是一个企图 相关的《般若经》当中也是讲了 最后对果的希求或者发愿 也是一个细微的所持障 大家都知道 它也是一个细微的障碍 因此到最究竟的实相当中 对果的发愿和愿望也是放弃的 因此叫做果无缘 这是第三个之相 这三则实际上是众所的三相 这是我们刚才颂词里面讲的 空性无限 并舍弃助缘 颂词我们应该一般学显观中原论的时候 先把颂词的字面会能解释 在颂词所表达的整体的意思再进行分析 这是显观中原论学习的时候最根本的一个方法 最根本的一个方法 下面刚才大科判当中讲的是 聊到道的别相 别的实相方法 它也分三个方面 也是刚才了知本体空性 了知因无相 了知果无缘 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再进一步地说本体空性 因为本体空性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显观中原论是属于第二转法论 主要宣说空性法门的这么一个论典 这样把本体空性讲得稍微广一点 因此虽然在颂词当中讲得不广 但是在讲义里面一般它这里涉及到八个之相 所以跟其他有点差别 那么第一个是 了知本体空性讲无生无灭等 首先无生是第四个之相 无灭第五个之相 然后灯子里面包括其他的六个 灯子里面包括了这些 因为颂词当中没有其他直接的书 那么我们首先说到第一个是通过修道指 道指要了解到到的本体 道的本体具有无生的形象 也就是说道无相 就是道无生他为什么说无生呢 一切包括五道为主的一切法 我们通过观察的时候它是无有产生的 自生也没有 他生也没有 共生也没有 无因生也没有 这样一来一切万法都是没有产生 道更不用说了 因此这个叫做道无声道者的之相 这是无声的 既然第五个通过前面道者的 这样的加行修法 最后了知 既然道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产生 那不可能中间有暗珠 最后有灭尽 因为世女的儿子开始没有产生 那不可能他最后有暗珠 或者最后有死亡的现象一样 所以道也是不例外 一切万法都是没有产生 最后没有产生 暗珠 最后没有灭尽的话 那道也是不例外的 因此道也是最后是污蔑的 通达了污蔑的这种道 这是第五个之相 就是第五个之相 所以刚才无声无灭 我们这个生和灭 实际上也确实觉在空心的时候 可能无声大家都容易知道的 但是比较而言 我们很多人耽著一个耽空 耽著一个灭法上面 我们学习般若之后 知道原来本师释迦牟尼佛 宣说般若法门究竟意趣的密意 实际上对灭法也并不是着重 我们把显观也好 金刚经也好 包括心经 这样的般若法门 如果执著为一个灭法上面 那肯定不是佛的意趣 也不是我们所要的东西 因此我们宣说空心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以前接触过很多很多的一些 包括有些出名的 经常讲般若法门的 个别学者和个别法师 好像他们在现象上 觉得所谓的般若空心 只是把有始法抉择完了的 单空的部分 他认为这就是空心 而且他认为证悟空心 也是比较现实的 如果这样的话 就像门法仁波切 在《定戒报道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 如果这个是证悟空心的话 那谁都很容易的 谁都会 比如说鸡马头上没有牦牛的脚 谁都会一目了然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推理的话 比较容易 因此我们要知道 证悟空心并不是专门 或者单独地 通达了五则的部分 成为证悟空心 这一点大家应该也说过很多次 比较容易了 这里也是比较清楚 《灯子》里面包括通过第六个 也是基督道指的修行 最后了知无然自行的道 我们所谓的贪心 诚心以及嫉妒 烦恼 这些叫做然无法 通过修正等加行之后 最后知道烦恼 他自己的本体也是 像是云的本体不存在的话 他染上虚空 染上其他的法也不可能的 所以说无然之自行 也就是说燃恶他的本体也没有的 这是第六个指向 第七个指向也是通过 修道指的加行之后 知道是无尽本体 无尽本体实际上既然没有染污 通过染污清净之后的 大缘禅之 承说浊之 或者妙观察之 善之或者无知的这种相也是不存在的 既然然无没有的话 染污离开的清净 涅槃也是没有的 所以无尽 没有清净 我们名言当中说是可以有清净的 但实际上今和然都没有的 这是第七个指向 第八个指向也是同样的 前面我们了知修加行之后 最后了知无有所段 所段是什么呢 烦恼障 所持障 习气障 这些所段的本性也是没有 已经通到这个道理 叫做第八个指向 然后第九个也是通过前面那样 通过修道指的加行最后会了知 无有对知 刚才所谓的烦恼障和所持障 这些它的对知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中国里面所讲到的 人无我和法无我 无我的空性 无我的空性智慧 空性智慧的形象也是不服存在的 那么这样之后通达这种道理 叫做道指指向 也就是说第九个吧 第九个指向 第十个也是通过修这样的道指加行 最后无有益处 所谓法界的益处 就像《宝学令》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整个地论依靠虚空当中 没有它益处 所以一切万法清净法也没有益处 不清净法也没有益处 包括法界也是 它没有任何的益处 所以无有益处的益处本体的道向 也是第十个相指 那么第十一个也是通过修道指加行 最后知道一切万法有虚空法相的正乳 什么是虚空法相的话呢 实际上这种正乳了无可得 虚空的话我们无法看见 无法摸着 无法得到 那么同样一切万法的本性像虚空一样 了无可得的这种正乳 那么这个叫做第十一个相指 那么这里就是说 灯子所包括 刚才讲到空心法门通过前面的一个无生无灭 还有燃 经 所对治 遗处和虚空法相等 通过八个方面来进行阐述本体空心 本体空心是这样讲的 那么第十二个是接触道指的 刚才颂词里面是法相无破坏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也就是说 前面道指的相最后知道一切法界也好 法心也好 没有相状和心论 没有它的本体 佛经当中也是讲了如来出世也好 没有出世也好 一切万法的本性本来也是如是而安住 那么这个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人也好 天人也好 科学家也好 宗教人士也好 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破坏 无破坏的话 人天也是没有办法破坏的 我们说一切万法的本体空心谁也破不了 谁也坏不了的 我们名言当中人们 众生有前世后世 无武器的因果 那这些谁也破坏不了 即使你想破坏的话 只是你不懂自然的规律而已 实际上是没办法的 所以自然法者谁也破坏不了 生意当中的空性和光明的法性也好 世俗当中的这些 整个世界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 这样的一种无器的因果 或者说它前后的规律 那这些谁也没办法破坏的 因此这也是一种道相 这也是一个道指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实我们学习这样的险观传论的时候 可能直接讲一些圣者的险观 刚开始的时候也讲过 这并不是凡夫的险观 如果是凡夫的险观 我们可能会讲一些 《红楼梦》里面怎么讲的 烟烟小的怎么样 他化妆得如何如何 现在人来讲 我们早上吃的西饭里面加什么什么泡菜 穿的衣服是什么什么名牌等等 这样讲的话 凡夫人的险观 我们凡夫人平时就是想着这些 一直思维着这些 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到 坟坑里面的一些虫 或者一些窝里面的蚂蚁 那他们要讲他们的生活的话 他们尽是围绕他们的生活 我园子旁边有几个乌鸦 他们乌鸦一直在咕咕咕地 再给我啊 给我啊 一直在 啊啊啊 一直在说 我当时想他们的生活可能大多数都是 最近他们在做屋 我也帮他们做 结果他们还是很远的地方拿什么草 这样那样东西 但是正在建筑过程当中全部从房地上掉下去了 然后他们又很伤心很远的地方拿一些草 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 准备放的时候他比较笨就放在外面 然后一下子就掉下去 他长着嘴巴一直往地下看 然后他就叫一下他的伙伴 伙伴过来下面取过来 取过来过后他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发 昨天我看几个道友我们一起也帮他修佛了一些 稍微好了一点 但他也是好像很干净 我们还没有修完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去了 也不怕我们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关系还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懂他们的语言 他们可能会讲这个草太长了 木棒太小了 就怎么怎么 他会讲这就是乌鸦的相关 所以我们诸佛菩萨的相关跟我们的相关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下面讲这是什么 发心无破坏 这也是很重要的 发心谁也破坏不了的 谁也没办法的 这也是需要了知的 那么下面讲的分别过无缘 颂词当中讲 无作无分别 首先讲的是无作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修加行 最后了知到一切万法的过法 并不是造作而得到的 并不是有事法也好 无事也好 人物也好 法物也好 那这些都是我们造作而得到的 他是无作的 其实我们讲到空性的话 我们千万不能认为 可能诸佛菩萨把它弄成空性 或者无事法是不是原来有的东西 通过因缘把它没有了 这是我们的分别念当中有这样的 但实际上诸法的发心也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果法无有造作的这种道相 这是道者的指向 这是第十三个 第十四个无分别 无分别也是通过修道者的加行 最后了知无有分别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在世间当中有好 坏 各种各样的分别 但是真正的发心当中什么分别 三论 有缘 无缘 出顶 入顶等等 这些分别有所得 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有的分别实际上是三界之因 而超出了分别的话 才真正获得清净之涅槃 所以在这种境界当中没有分别 这叫做第十四个指向 最后两个叫做道的特殊指向 也就是说 差别和无形向 首先第十五个讲的差别 也是了到了道的指向 在名言当中 我们应该知道它有差别 有声闻乘 有菩萨乘 还有有大乘 就是佛乘 可以说这样也讲 或者说仁天乘和声闻乘和大乘佛教 我们有三乘的案例和分析和差别 这是在四处名言当中 这些案例都需要的 因此学显观的时候也要知道 名言当中是安理这些法 而声音当中不存在这些 这个时候我们也懂得 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分 如果我们以声音为主 所有名言的这些 不太适应自己的东西 全部抛弃的话 这样也是不对 现在很多学空性的人就是这样的 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用用佛法来开始说 不喜欢的东西 没事 全是空性的 你不要害怕 喝酒没有什么 抽烟没有什么 杀生没有什么 生意当中全是空性的 自己做不到的这些 因为空性的理由来开始否定 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哦 我要吃饭 我要睡懒觉 我要什么 这个时候他不说 生意当中不存在睡懒觉 生意当中不存在吃饭 不说这些 这也不是很好的 生意当中全部都没有 但是世俗当中 善恶报应 还有各种这些现象 就是诸差别都是存在 生成的案例也是存在的 这里讲无形象 无形象的话就是说 在生意当中通过修这样的道指的加行 最后知道上面所讲到的这些差别 三成的差别也好 不在因果的案例也好 这些在生意当中 无有形象 无有缘 啊 无有一切缘 所以这也是我们知道 在哪些当中是空性的 那些当中是不空的 在空性的境界 什么时候我们得到的 得到空性的智慧面前的确也是没有的 可能这种没有 现实理论上没有 然后思维当中没有 最后修证当中没有 修证以后最后真正在国无缘上面 哇 自己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真实没有的 这个时候我的感受就像我们小村里面也是讲到了 最后无云全部都灭尽了 无云灭尽的时候 阿罗汉也是他没有感受 为什么最后生意当中是空呢 因为无云的感受有落的法 全部通过智慧来焚烧的时候 最后的确也是 显现了是我人一样的 但实际上我这种痛苦也没有 我这种烦恼也没有 这都是最后生意当中的境界已经现前了 这以上是讲了十六种道指的指向 因为这个时候它的侧重点 都是在道指上 道指 道指的法相是什么呢 其实道指的法相 用道指自己来表示 也就是说最后这个摄意 道相之品中 虚为咒之相 其实我们上面讲了十六种指向 华智仁波切也是他的讲义里面讲了 就是说这十六种指向 都是薄弱的不同的差别 一般来讲 薄弱也是实际上要知道 它是道指的本体 薄弱的差别也是道指的本体 因此它可以称之为道指的法相 因为这里面的法相 并不是用塔体法来表示的 本来我们的法相 也有一些塔体法来表示 也有一些因果法来表示的 通过法相来了知 实际上也有因果法来推理 也有塔体法来表示 比如说 用那一只乌鸦 坐落的地方 就是我的房子 这是用塔体法来表示 我们就很远的地方看 就是那个乌鸦 从东方飞到了 最后到木头房子那儿 这就是某某某的房子 这是一种塔体法 这是在专门般若经当中用 乌鸦和房子之间的关系 是用塔体法来表示的 也有这样的 这是我们前面的道指和边指当中 也有一种一体法来表示 一体法来表示的话 基本上我们像《释量论》 有因明当中的一些法相的方式来表示 这个时候就以本体 以反体的方式来 那么法相 它的名相和式相之间 本体是一个的 但是有不同梵体的 有不同梵体的话 有些梵体对方已经知道了 有些梵体对方没有了知 所以我们用比较容易了知的 一个法相的梵体来说明 我们现在这里为什么说 这是道指的法相呢 道指的法相实际上上面的这十六个 都有不同的般若 但这些不同的般若 都是菩萨在修道过程当中 他所证悟的般若 每一个的般若 实际上是道指的法相 也是我们修正等加行的法相 修正等加行 实际上全是归入般若的大海 只不过它的分支不同 般若的修学般若 或者证悟般若的时候 它有一部分有极道过 极薄若 极薄若我们前面讲的十六种法 这也是在正等加行当中所了悟的法相 我们今天刚刚所讲到的这十六种法 在我们修道的过程当中 道的梵体来所领悟的薄若 其实这些每一个都是薄若 比如说一条河 一条河的话 极薄若相当于是水泉 刚开始就在水泉一样 这也是他不同的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挖水泉的人 他通过各种方式来说明 这个是整个这一条河的圆泉 在流畅的过程当中 中间也是有不同的知分 不同的人事 这就是道薄若中间 那最后归入大海的时候那个河流的水 也有不同的繁体 当然除了这十六个以外 还有很多的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修正等加行的时候 道指有十六个知相 道指有十六个知相 然后边指也是有十六个知相 所以在修行正等加行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层面来说明智慧 这方面他这里也讲了 道相的智慧品当中 他的智慧本体当中 上面有六种不同的相 实际上十六种不同的相 也是实际上道指本身 不是其他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不是用乌鸦来表示房子一样的 而是用他自己的火的热心 跟火的本体一样 不同的特点来说明他的本体 实际上这十六个不同的法相 也是导致他自己所摄持 我们应该知道这样的道理 下面讲到显观传言 是吧 今天讲 是吧 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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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知相 辩知的法相也是了知辩知的 中式相方式 还有别式相方式 和特殊式相方式 分三个方面 最后也有个色意 也是跟前面的分法是一样的 首先是第一个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彼以自法诸 意思就是说 我们也是前面的 因为下面我刚才讲了 就是从辩知的侧面来讲的 归入大海的时候 从果位的辩知智慧的侧面来讲 也就是说 借助辩知加星 因为我们前面导致有三十六个 前面的加星 加星相有三十六个 但是讲法相的时候 有十六个来讲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讲一百七十三相的时候 导致有三十六个相 这里讲法相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完的十六个相 下面我们前一段时间 讲辩知的相的时候 有一百一十相 现在用这里讲法相的时候 有十六个相 也是跟前面两者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 辩知 也实际上辩知加星 了知究竟果位的实相 也是刚才讲的一样 最后究竟果位方面 讲十六种相 首先他这里彼以自法诸 原来法尊法是意义的 以正如法诸 但这样也可以 看好几个讲义 可能这样颂词 如果差别不是很大的话 我也没有改 如果差别比较大的 好像字面上很难解释 也是建议这样的意义 但是也做了一些诸事 你们觉得可能下面的解释方法好的话 原来法尊法师的那样方式也可以 这个就是说 以彼自法诸 意思就是说 本师释迦牟尼佛 实际上是依靠自己所证悟的这些智慧 空性的 最后安住在什么样呢 安住在自己所得到的 平等无畏的境界当中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第一个 也叫做辩知之相 安住什么呢 安住自己的法心 其实现在很多人 比如说一个小学生 小学生他自己所领悟的 小学课程的境界当中 而一个博士生 他通过自己所领悟的 博士的境界也好 或者他的生活当中 那佛陀通过三个无数界 最后真正通达了薄弱的空性 那薄弱的空性 他最后安住的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通达万法 平等无畏的 这样的一种境界 跟我们凡夫人完全不同 跟凡夫人 我们今天都是对能取所取 任我 法我 在执著的境界当中 我们虽然通过自己短暂的努力 但是还没有消除 或者是削弱我们的障碍 这样的一种境界 佛陀安住在这样的境界 这就是编制的第一个之相 下面我们在别的分类当中分三种 平时这个是在佛教当中 比较重要的名词 也就是说 了知生经神变 以交界神变 然后与极所神变 这三个方式来解释 首先第一个是生经神变 平时我们讲《入行论》 讲其他时候 在前面的说法之分当中 也经常用这三个神变 佛陀其实通过这三种神变 来实现度化众生 在这里讲到 首先是神变圣经 这个好像其他有些讲义当中都比较少 但在这里用的是这样的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恭敬善知识 令其生欢喜 供养无作用 这里讲到 应该是五个之相 五个之相当中 首先也就是说 前面本师依靠自己的贤贞 注意自己所领悟的 平等法性的境界已经讲了 现在第二个说 实际上佛陀完全了知 通过以自身的方式来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在生意当中 一切都是 我们后面还会讲的 利息和空性的 但是在名言当中 他这里讲恭敬 在名言当中 因为佛陀的证悟 依靠不如而证悟 所以在显现上 佛陀自己在说法的时候 他包括承舍法座 承舍坐殿 这些不用让阿难和舍利子 其他人来 他自己承舍 自己法座 然后坐在法座上讲解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承舍法座 实际上是说明法的高贵 和难得和无常 高尚要说明 如果让别人来承舍 好像是佛陀有点过于不趣 认为这个法太难得了 为了说明他的高尚无比 需要承舍法座 但是这种承舍法座 自己觉得机会非常难得 所以见解说明了 对般若法门的无比恭敬心 佛陀也是对般若法门 如此恭敬的话 拿其他的菩萨声闻 后学者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经常也是讲的 比如说说法者 他可以允许坐在法座上 我们有些法师刚刚让他坐法座 尤其是刚刚上任法师的时候 他都不愿意坐很谦虚地坐在法座的前面 后面 或者说是旁边 我都不敢坐法座 我还是在这里都可以 尤其是利宗说法 原来好像藏族舅母经常是这样的 不敢坐法座 我们修舅母经常的时候当时坐了一些法座 有一次我去看了 都坐在前面 后来我说你们不坐的话谁坐啊 你们坐 这个是对法的一种恭敬 如果你不坐的话 你对法没有信心 所以一般没有傲慢心 最好不要有傲慢 对自身来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为了现实法的尊贵 难得和口贵 这样佛陀也是说法座上 还要绘画狮子等等 叫狮子坐也是允许的 因此说这是法的一个恭敬 恭敬是这样讲的 然后就讲善知识 这个是第一个遍知知识 第二个吧 第三个遍知知识 了知宣说般若法门的善知识 实际上也是非常难得的 宣说般若法门的善知识 这种教言也极其难得 因此要了知 一定要一教奉行 并且自己用圣口意来经常称实上师 这叫做第三个遍知的知相 也叫做善知识 其实对任何一个 比如说宣说佛法的法师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水平 我以前也讲过 像阿底峡尊者 他移植了一百五十个善知识 中顿巴 他移植了五位善知识 实际上阿底峡尊者所移植的 这么多善知识当中 是不是都是一个成就者呢 也不一定的 甚至他也是移植很多 小乘的善知识 但是只要对他有法案的善知识 都是非常恭敬的 因此我们尽量地一教奉行 即使如果有个别的一些 自己实在是难以作造的话 那么有真诚的语言来可以告诉我 我这一点是做不了 虽然你是法师 你是上师 你面前我也得过法 但是你不能这样说 这样的话 我现在根本没办法 然后可以用一个 《阿毗奈耶经》当中也是讲了 有一个很正面的 直接的语言可以讲 除此之外 一般来讲 《华严经》当中也是讲了九种心 一知三知识的时候 讲了九种心 像金刚一样的心 大地一样的心 须弥山一样的心 还有仆人一样的心 少咒一样的心 然后像圣者一样的心 还有像甲犬一样的心 还有像船一样的心 最前面一个是什么 还有金刚一样的 金刚前面是什么 最前面是什么 哦 对 赞文里面怎么讲啊 比如说一个很听话的儿子 他经常看那个小字 所以这是叫做《善知识》 《华严经》当中这样讲的 下面第四个就是说 领起欢喜 领起生欢喜 也就是说 宣说般若法门的这些善知识 也经常赞叹他 今天一边听课 一边背后说他的过失 其实这是对自己的素质 也有一定的关系 有些人经常法师那里 听完课以后就开始一边说他的过失 然后这也说明一个人 他的人格有一定的关系 你自己在那里得到法之后 没有报恩之心 没有赞叹之心 反而说过失的话 那不合理的 更何况说 宣说般若法门的这些善知识 应该赞叹 恭敬 让他通过一些修行 通过一些其他方式来欢喜 这是第四个辩知之相 第五个辩知之相 对宣说般若法门的善知识 经常通过鲜花等等 其他来进行供养 或者说宣说般若的法本 净函 我们也经常做供养 其实供养是说明自己的一种心态 比如说我对法师也好 对佛像也好 对法宝也好 对佛塔也好 那么这些如果我有一种供养的心 对他有一种虔诚的心吧 有一种恭敬和欢喜的心 这也是一种辩知之相 然后第六个在这些 我们前面讲到禅师 恭敬 还要欢喜 供养等等 这些虽然在世俗当中是需要做的 尤其是我们希求般若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声音当中是了无可得 了无可得 没有任何的法相 所以无作用 这些都是无有作用 无有产生 无有形象 无有共用 一切都是不生不灭 得不到的 所以在空性来摄氏的时候就没有 所以这是第六个之相 下面就是第二个讲的一教杰神变 他这里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 即了知变心 依靠前面的究竟断正的功德或者理念 佛陀的辩知智慧能了到所有的 经说和柔说的一切万法而且无碍的趋弱 不像我们凡夫一样这个也是懂不了 那个也是想不起来 忘了 或者是不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不懂 没有兴趣 好难 好苦 好难 好什么什么 好生 我们凡夫人对一些比较深一点的 或者比较广一点的这些道理的话 太了不起了 我都没办法想 我还是睡觉吧 我一边吃个什么东西 如果是一些世间的各种分别念 自相续当中能生起贪嗔车的一些 流行歌或者电影电视或者什么东西 不睡觉也可以马上就开始有精神了 啊 身体也好起来了 心情也不错了 而一讲到一些空性 甚深和解脱方面 就开始比较笨了 精神也没有了 困了 表情也不好 身体也不好等等 这就是我们凡夫的一些特点吧 佛陀不是这样的 无碍都可以趋弱的 这叫做第七个辩执之相 下面讲《与据所神变》也是分几种 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能是现无间 世间正空相 所知即现见 不失一几境 第八个辩执之相 了知最初的时候宣说 世间当中根本不知道这个甚深的意义 也就是四地法门 佛陀其他都没办法的 佛陀已经通达了一切万法的真相 而世间愚人 对枯积灭道的道理根本不知道 佛陀已经发现 并且在六叶园 给吴比丘为主 还有八万天子宣说了四地法门 世间人没办法的 佛陀有这样的辩执之相 所以这是第一个 刚开始的初转法论 初转法论也是辩执的一种特点吧 其他都没有智慧的特点 只有佛陀 这叫做第八个辩执之相 第九个说到中间的时候 刚开始初转法论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 所宣说的这些 世间的乌云等等 这些也实际上是本体空性的 世间正空性 它的本体是空性的 无性的 转了空性的法论 也就是我们的般若法论 佛陀有这个智慧的特点 这叫做第九个 就是智慧辩执之相 中间在饮酒善为主的这些地方 佛陀宣说了空性的般若法门 非常多的吧 这个般若法门 下面稍微做了一个广说 这个般若法门到底是什么样呢 下面从闻思修 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也就是说第十个通过听闻者 对他有一个宣说的方式 我们听闻者的话 上师对他宣说 自己就一直听说 听说之后逐渐逐渐 潜移默化 我们的智慧 随着听闻的声音就开始开启 这个对般若法门也是不例外 般若也是如果你没有听的话 光是看还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任何一个知识 都似乎带着 这种知识很灵活运用 还掌握得很快 这个是听闻的 宣说的辩知之相 佛陀当时也是宣说 他的弟子 自古以来的 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 也是通过一些传承上师的眼角 自相续当中才领悟的 这是听闻的 第十一个也是通过思维的方式 得到思所智慧 自相续逐渐逐渐成熟 这个叫做知晓辩知之相 因为先听闻 听闻之后自己可以记住在心里面 然后进行思维 我们通过辩论 通过思考就开始思维 思维之后才真正了知 其实没有思维确实也很难了知 闻思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思维很重要的 思维是什么呢 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 就经常把它思维 而且把它记下来 就是如果自己心里能记的话 心里记的 如果心里实在是没办法记的话 用笔来记下来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行为 包括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个开会和一些做事情 记下来 这个是知识分子的 不是我们很多 包括寺院和一些学会的人 我都想都是知识分子的群体 但是有时候看到好像是从来不认识字的 一个文明的一群农民一样 大家都是有些人睡着 有些人一直混世间 知道吧 看起来给我说了半天 他肯定没有懂得 有些人 这思维根本谈不上了 记也不记 所以听闻的态度确实也很重要的 听闻有个很好的 我都有时候去一些学校 学校他们听闻的几率很有差别的 有些可能是老师的原因 还是学习风气的原因 全校的私生非常关注 我一看每个人的表情 我还是讲的话 可能我讲得很精彩 所以我也是在讲 有些学校一看 大家都好像刚开始的气氛都不对 每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听闻的意乐一样 东看心看 还有些女孩子开始拿手机来 上面就开始一直刷这个 这个时候我就 哎哟 给这些人讲了又是没用了 好像这样产生分别念 我也讲不下去 所以有些我讲得不好 不是我的原因 以后你们在整理稿子 或者看了一些视频 我讲得好的话 可能是真正拿出我的智慧的 讲得不好 我本来先好好讲 但是对方的 因为所缘缘不对 我们有缘 有四种缘 等无间缘缘和这些还可以的 但是主要是所缘缘没有起它的作用也不行的 下面是讲什么 讲第十二个是吧 第十二个通过修行 证悟者因为前面已经成熟 然后以解脱他们的自相续 这个是叫做限量证悟 叫现见 编制的之相 第十四个 上面所讲到的这些 十三个 这以上讲的是第三传法论 然后第二传法论 刚才稍微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讲的 然后第十三个 佛陀也知道最后一切法行也是不可思议 就像如来藏的本性等等 这样叫三分别法论 它有这样编制的之相 这样第一传 二传 三传法论 那么上面所讲到的这些 佛陀所宣说的法也好 平时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些一切万法 他的自性是自然涅槃 自然寂静 自然寂灭 这个也是佛陀完全是知道的 所宣说的法也好 还有万事万物的这些法 他的自性是自然寂灭的 并不是认为的 或者谁造作让他寂灭 不是这样的 这个叫做编制之相 下面第三个编制的特殊相 有分两个 第一 世间相灭 意思是第一个 第十五个 一切有漏的乌云会灭尽 通达之后 叫做自性神的编制 第十六个 这些所有轮回和涅槃的取舍 取舍的相也会灭尽 没有石油的相 而且通达了智慧法身的编制之相 这两者主要是从智慧的特殊功能也好 特殊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 一个讲到了整个乌云 超越了阿罗汉的境界 乌云的寂灭相 佛陀的编制当中 也会完全通达的 因为这个是从大乘角度来讲 从本性神 证悟有漏无云全部灭尽的智慧 繁体叫做本性神 第十六个 能力的取舍灭尽 这个叫做法身的智慧 最后设意一切相之中 十所诸之相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上面所讲的十六个形象当中 实际上都是证悟辨制智慧的一个本体 只不过不同的十六个翻体 或者是侧面来表示 说明了他的智慧的特点 那实际上都是辨制他自己的法相所摄持的 不是什么其他的 因此我前面也是讲过 他这里比如说 用蓝色的本体和一种人世蓝色的颜色 其实蓝色的这种相 心是他自己所摄的 不是别的 不是用他体的两种物体来互相表示 不是这样的 那么蓝色的这种实和实的形象 实际上是一个本体的 这是威士众也好 我们佛教的很多众派也是这样承认的 虽然表面上是相和实 可以翻体上分开的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开的 因为他当时的相 形象 跟我们论取的智的法相 本体上是一体的 因此上面这十六个不同的形象 都是佛陀编制的不同的法相 那么这不同的十六个法相 也是说明修正灯加行的时候 编制的方法 前面编制的相的时候 虽然有一百一十相 但是我们在这里 从讲法相的时候 包括在十六个相当中 比如说 我们看到一个蓝色的东西 看到蓝色的形象上 有一百一十个相 但我能看到它的 颜色的法相只有十六个 那么十六个冷却 可以说明一百一十个相 一百一十个相的本体 实际上这十六个相也是一位一体的 那以这种方式来说明的时候 噢 原来知道 其实佛陀的智慧当中 如果我们分类的话 有很多的 但实际上都是一体的 用这种方式来认识编制的相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